台湾也进入了准航母 整个打造的野望 从技术层面来讲 这是奢望还是可能 台湾海军在2017年 军木舰队开放参观里面 在盆石军舰文宣馆介绍 国舰国造未来规划案的时候 也将两栖直升机船奥登陆舰 显示台湾海军打算建造直升机航舰 之后台湾更加有人想象 台湾可否采购F-35B 配合直升机航母 成为小型航舰 这样的小型航空母舰 对台湾的战力有助益吗 台湾有没有这种需要呢 根据初步计划 台湾海军打算建造的直升机航舰 排水量达22,000吨 和日本的日向级差不多 其实这种排水量大小的舰 台湾绝对有能力建造和營运 原本法国卖给俄罗斯的两售西部风级 大小和台湾海军现在所规划的差不多 单价大约只是7亿欧元 即是新台币大约250亿 而在台湾建造的成本只会更低 但是这个排水量的直升机航舰 就算可以配备F-35B 数量都十分有限 就算全部空间都用来搭配F-35B 最多只可以能够搭在10架左右 如果配备一艘这样的直升机航母 对台海防卫作战来说 意义不是很大 而万一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 双方所有陆基战机的航程都足以攻击敌方的领头 在台湾海峡这个狹小的空间 并不需要航空母艦 枉论只是一手只可以携带10架战机 战斗力有限的航母 如果要以这样的航空母艦 到台湾海峡以外的地方攻击大陆沿岸的话 面对大陆的陆基航空兵也都少有胜船 而且还未寄上大陆的航空母艦 可能对它进行夹击 除此之外 理论上台湾也都可以派小型航艦战斗群 去马陆夹海峡 拦战到大陆的货轮 打击它的物资補级 但是一个小型航艦战斗群的作用有限 而且花费了很多直接保卫台湾的资源 失败大陆本身资源丰富 即使面对有限度的海运打击 影响也是有限 而且面对大陆海军的追击 台湾的小型航空母艦也都没有什么优势 要为这艘小型航空母艦建设更多的护航兵力 实在是花大钱而少效益 当然 如果南沙太平岛有事 这种小型航空母艦就大有作为 目前台湾空军战机的战斗范围 并不可涵盖太平岛 如果有小型航空母艦 在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到太平岛附近 保卫太平岛 或者修复已经被攻陷的太平岛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太平岛 是不是值得台湾海军花费这么多呢 往来现在的蔡英文政府 其实也不是很想理会太平岛 所以就整体战略效益而言 台湾实在不应该 建造这样的小型航空母艦 大家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按下个钟底 like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的medium和Instagram 多谢大家支持 下次再见 ți bez 在 vam 中文 BETH FPS 切尽 诞 镇 诞